一支一等习题第四题 请求下列各式的值 有两个小题 好那这边呢 第一小题 cos4分之π乘上sin4分之3π 减掉cos3分之π乘sin6分之5π 好那跟第二小题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见 它所有的角都是特别角 好所以特别角的话呢 我们就先在旁边 把我们常用的特别角拿出来 这样待会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去计算 好常用的有什么 45度的1比1比根号2 再来呢小一点的 30度的 最短1最长2剩下一个根号3 再来60度 一样的最短1最长2剩下一个根号3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cos4分之π 4分之π是几度 一个π是180 除以4的话是45 这个很常用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算了吧 好cos45在这里 所以cos的值就是 cos45的值就是 根号2分之1 好再来sin4分之3π sin4分之3π的话呢 因为它不是第一项线角 所以我们就要稍微做图画一下 好 4分之3 所以参考的三角形在这里 1 1 根号2 好那这边呢 是负的 所以sin的值在这里 好这样看可能你们看不太懂 我们就把三角形翻过来 把这个参考的三角形翻过来 好 常 根号2 好 x边是负1 y的边呢 是1 好是不是我们直接把三角形翻180度过来 sin的值就是 根号2分之1 再来cos3分之π 3分之π是60度 在这里 所以cos的值呢 是2分之1 好 sin6分之5π 好 6分之5π一样呢 我们也是做图 这是一个π 好 半 半圆形是一个π 那6分之5π呢 就是再少6分之1 那6分之1是多少 180除以6是30 所以这里呢 参考的角度是30度 好 所以参考的呢 是这一个三角形 最短1 最长2 剩下 根号3 x的地方是负的 好 我把三角形翻过来 最短1 最长2 剩下x的地方是负 根号3 好 那它一样要求的是sin的值 所以sin的值呢 是2分之1 好 所以计算完 所以计算完 根号2乘根号2呢 是等2分之1 2分之1乘2分之1是4分之1 相减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呢 是4分之1 好 那再来第二小题 天均6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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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角在这里 我们就刚好可以看 天均的值呢 就是 负根号3分之1 好 那sin6分之π呢 刚讲过 6分之π是30度 所以sin6分之π呢 在这里是2分之1 好 加上sin3分之2π 3分之2π是多少 180除以360 60乘以2是120 好 所以120度的角呢 我们就做一下图吧 好 120 参考的角呢 是60度 好 所以60度的话呢 最短 画得有点太歪了 60度 好 最短是1 最长是2 剩下是根号3 好 x的地方是负的 把三角形翻过来 好 那2 根号3 然后这里是负1 好 sin 的值就是2分之 根号3 好 再来tangin 4分之π呢 是45度 所以tangin的值呢 是1分之1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计算 整化 这个前面的部分 我们先把它做分母有理化 好 所以呢 我们再乘一个根号3 就变成6分之负 根号3 好 后面的部分呢 因为分母是2 我要跟它 同分 这样待会就可以直接做 所以我就直接乘以3倍 所以就是六分之三 更好三 好,计算一下吧 等于六分之二 更好三 好,我们把它约分 诶,约分完以后 三更更好三耶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 再做一次约分之后 我可以得到我的答案是 更好三分之一 再做一次约分之一 再做一次约分之一 再做一次约分之一